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地五防癌教育学会 其实是一个政府承认的一个直上的机构 我们相信一个癌症病人只要从身心灵三方面去加强的话 他们会健康起来 所以这三方面就是在身体上面 帮助他们怎么样运动 怎么样回复一个正常的生活 那心方面就是他们的心情 需要帮助他们调理回来 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心灵上 也能够积极地看待人生 基本上我们有六种不同的服务 一个就是居家或者是医院看房与辅导 这个服务是很直接地去接触病人 跟他们沟通 第二个就是在食疗方面 在食物方面帮助他们 我们相信只要吃了健康 帮助他的免疫能够修复或者增加他的抵抗力 我相信他癌症细胞就会慢慢地消失 经济方面我们会帮助他们暂时度过危机 另外一个就是在运动 因为要讲求健康的话也脱不了运动 所以我们有那个36508排卤槽 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能够帮助 人把那个健康能够组回来 另外一个就服务就是我们的健康讲座 我们要请了很多知名人士 来帮我们一些抗癌的知识 或者是关于癌症怎么去避免 接下来就是那个活动 就是给予病人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们相信癌症病人不应该整天躲在家里 应该过全体的生活 大家彼此的鬼 来到这里我吃那一方面也改善了 然后还有运动 然后心情也因为有一群人 因为我在家里我的孩子就去做工 我一个人在家里就 有时就做完家务就会胡思乱想 可是来到这里我有一大群朋友 就可以好像讲话沟通 然后我就觉得心情也好 吃方便也好 对于我们这些癌症病友 他们有很好的关怀 很关心 那我们在里面我们就 跟里面的那些癌症病友 那些抗癌有师 就一起的分享我们的病情 我们怎样得了这个病 然后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关心 可以说输解你的那种压力 其实我们也是在想我们有什么办法 能够更好的去帮助癌症病人 那在我们的探访的病人当中 我们发现有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癌症病人 当他得到癌症的时候 他不知道什么可以吃 什么可以吃 那环境比较普通的 那么就是自己需要去面对 在抗癌 在化疗 那么在药物的副作用里面的时候 他们吃不下 可能情绪上也很大的波动 所以家里又没有人 那如果家里没有人 怎么去照顾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他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 怎么去照顾自己 假设我们有一个日间中心 癌症病人能够来的话 那我们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反正是一个很好的构思 而这个环境呢 就是让我们生命都是 它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这样的话 他的看护者呢 也能够回去过他生生的生活 去工作 也能够帮助家里的经济 去回复政场 那我们也能够直接的 很直接的能够帮助癌症病人 在饮食方面 我们每天都在这里 我们吃 我们也没有担忧 早餐他有给我们吃 还有一些蔬菜水果汁 然后下午他有给我们午餐吃 然后就给我们休息 然后给我们学习一些的 健康食物 健康食品 怎样 怎样调理自己的身体 我每天都期待盼望 能够来到三一五这边呢 来做调理了 把我的那个生活习惯 从拒绝到改变了 感觉这个对我的身体 对我的精神 对我的心灵上面 有很多帮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期待的日间活动中心 我们期待的日间活动中心